这是发生在市井赛决胜局的一局比赛 目前双方已经打到了24局 比分来到12比12 卡特拿到了进攻的机会 镜头给到小特把失误的这一竿 这一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局比赛的走势 小特现在已经非常的懊恼了 我们来算一下分数 目前卡特是领先了34分 台面上还有35分 打进这颗黑球就能超分 感觉非常的奥猛 这局比丧失这个机会从而被淘汰 觉得太可惜了 看一下超分球 好的红球打进 而且粉球给到的角度非常的不错 卡特也是悄悄地握了一下拳 表示振奋 但是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卡特真的高兴得太早了 目前是领先了48分台面上 还有35分 特鲁木普已经被超了13分 这一竿做了一竿防守 这个时候的小特还很青涩 还是长头发山网特小特 但是小特在这一局比赛中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战斗力 也是惊呆了大家 好的第一竿斯诺克成功的坐上 解到 还是继续来坐 第二竿又是成功的坐到位了 好球 虽然说在心态上小特是处于一个比较不太好的状态 但是在这个打球的风格上 也是表现出来了惊人的战斗力 干干致命 又特一铺来解 也丢了 这样的话卡特被成功罚到了4分 目前还超9分 好球又坐上一竿 这竿成功解到 把红球踢到了带口 不过小特当然不会上当 继续来坐 利用最后一颗红球做斯诺克还是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 如果说球越少 斯诺克越难做 又是坐上一竿 现在给到卡特 自己握拳庆祝的这个镜头 还是感觉有点好了 好了 我们拭目以待 往下继续看 我们拭目以待 往下继续看 好的 这是小特的第五干斯诺克 干干之命 有没有做不成的 这一竿还是没能解到 看看有没有自由球 这样已经靠斯诺克成功的发挥了8分 已经超5分了 好 看下小特还要不要继续来坐 还能不能坐上 想藏到黄球到后面 但是没有藏太严实 这一竿坐的 没有坐上 也坐上了这个角度来看 又可以清楚的看到 红球只露出来了小半颗 还是一干斯诺克 小特的头疼在逐渐的舒缓 反而转移到了阿里卡特身上 在斯诺克这个赛场上 原来头疼也会传染 目前特鲁姆普已经完全掌握了防守的主动权 这竿露出来了 他一人都是一手拼 所以他一定能做 看一下这一竿 母球藏到了黄球的后面 好球 这一竿斯诺克的质量已经相当高了 看一下这一竿能不能解到 刚好过去不够 这样小特已经靠斯诺克连续罚回了12分 现在仅超一分了 伍田小特落后36分 抬面仅剩35分了 看看能不能继续靠罚分 追回比分 卡特要回到休息台上擦擦汗 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卡特要回到休息台上擦擦汗 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卡特再来一杆斯诺克 又是一杆 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卡特刚才擦汗擦的不远 确实谁面对这样的特罗姆普 谁都要有压力 决胜局打得这么精彩 好的 这一杆胜利解道 看看这一杆 露球了 卡特长台一杆准度就能输掉比赛 最顶尖的赛事中 遇到了最顶级的对手 阿里卡特不知道能说是幸运还是不幸 长台打丢 稍微薄了一点 非常可惜 没有拿到一杆制胜的机会 这一杆中带还是处于露球的状态 看下这一杆 好的中带顺利打进 卡特也是一步一步逼近胜利 卡特也是一步一步逼近胜利 随着粉球的近代 这一局基本上要失去悬念了 黄球的角度留得还非常好 卡特也是成功的稳住了正脚 避免了被小特在被超13分的情况下完成算翻盘 篮球打丢 小特不会再上来了 这样的话 恭喜阿里卡特顺利淘汰特罗姆普 紧急 给我们带来非常经典的一局比赛 感谢大家的观看